嗨,大家好 你跟阿根一樣有近似的問題嗎? 不知道體能朋友如果一樣有近似的問題 在日常游泳訓練的時候會怎麼做選擇 那以阿根比賽來講當然會使用隱形眼鏡 因為這樣三項轉換起來都比較方便 但在訓練的時候呢 就會必須要面對近似的問題 那過去啊,我都會使用隱形眼鏡 然後搭配一般的泳鏡 這樣子游起來啊,視線會比較好 但是後來發現,在使用隱形眼鏡搭配一般泳鏡的過程中啊 萬一一不小心進水 可能這些細菌就會因為隱形眼鏡附著在你的眼球上面 這會讓你的眼睛衛生呢,出現一點漏洞 所以後來呢,阿根乾脆就不戴隱形眼鏡 然後使用一般的泳鏡 那關於為什麼過去都沒有選用有度數的泳鏡呢?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市面上大部分的近似泳鏡啊 造型可能不是這麼好看 而且很大的問題是 你訓練和比賽戴的是不同款式 適應起來就會需要花一點時間 一直到前陣子,SEIKO出了新款的近似泳鏡 我覺得造型非常好看 所以就上網購買了 打開包裝,你可以發現它的外包裝上 其實跟一般泳鏡沒什麼兩樣 就是有標示度數 包含在它的鏡片上面 也有稍微標示了它的近視度數 這可以避免如果你跟朋友使用的是同一隻泳鏡的時候 去混用到 打開包裝,如果你仔細看一下 你會發現 其實它跟團聚前陣子集資回饋給大家的泳鏡呢 是同一款的 只是插在鏡面上和配色 那這個對競賽選手來講 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這代表你在訓練和比賽的時候 將會使用的是同一款的泳鏡 所以就不會有適應不良的問題 那這款泳鏡的特色就是它針對開放水域 所以它的視角是非常的廣 那我一直很喜歡SEIKO的造型 就是它既有保有了競賽的流線感 不會像很多競賽專用的泳鏡 可能舒適感會打折扣 那打開之後你會發現裡面有鼻梁的調整塊 所以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臉型去做調整 在矽程的部分使用的是快速調整的設計 所以還蠻方便的 它在鏡面的部分是選用比較透明的 可以發現如果是室內游泳 會建議使用這種比較透明的鏡面 可能你晚上訓練或者是燈光沒有那麼明亮的狀態 這種透明的鏡片會讓你覺得視線比較明亮 不會那麼容易疲勞 關於度數的選擇可以到他們的網站 官方都會提供你比較詳盡的建議 因為我們的泳鏡它的近視度數和眼鏡的選擇 是有一點點差異的 所以這要特別去注意 目前如果你在網路上購買的話 SEIKO還會提供你一個泳鏡的收納盒 那這個收納盒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它可以放到兩支泳鏡 那出去比賽的時候很方便 另外就是它做得很細心 它在後面做了排氣孔 所以如果你的泳鏡剛游完泳濕濕的放進去 你不用擔心說這些水氣都悶在裡面 會不會讓裡面有一些異味啊 還是其他的狀況產生 那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新款的SEIKO游泳近視泳鏡 相關的購買資訊呢 會放在下面的文字說明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